2021年2月13日 西班牙一位男子用一个叫唯一的幸存者的账号 在海外版抖音TikTok上发布了视频 视频画面是瓦伦西亚城的一些场景 奇怪的是这些场景平时人来人往 现在却空无一人 今天我们讲述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 然后从现实的角度去看一下 咱们自己能不能制作一系列穿越到2027年的视频 哈维尔通过文字的解释告诉人们 他自己从医院醒来 发现当时的时间是2027年2月13日 医院中一个人都没有 他走出医院 街道上也是空无一人 这时男子发现记不清自己是谁了 回想了半天 他只想起了社交媒体的账号和登录密码 于是他把自己在城中的经历拍成视频 通过TikTok发布了出来 后来通过病例等线索 他知道了自己的名字 哈维尔 网友们不信他的说辞 在视频的留言中让他做出一些事情 来证明自己是真的穿越了 依照网友的要求 他去了商店 地铁站 市政厅 消防局 甚至是警察局 最离谱的是 他还开走了一辆警车 在哈维尔的视频中 除了空无一人的城市外 还有一个平行世界的设定 也就是他所处的2027年 与现在的2021 有某种神秘联系 2021年的人看不到他 但可以找到他放在某个地点的物品 他藏了几个钥匙扣 结果真的被网友找到了 之后 他来到了一个地下避难所 在台阶上发现了一个文件 上面的内容说 哈维尔参与了一次实验 实验导致他被困在了现在的时空 目前 哈维尔已经发布了上百条视频 并且大多数都配上了诡异的背景音乐 而且很多网友的要求 他都做到了 这也让很多人相信他真的是穿越了 有支持也有反对 反对的人认为 这就是一次收割流量的骗局 不过 网上的议论没有影响哈维尔的更新 他还开了一个新的账号 里面使用了六种不同的语言 在介绍自己的故事 前不久 哈维尔又更新了视频 称瓦伦西亚下了大雨 电力受到了影响 雨停之后 他发现一些动物开始出现了 包括鸽子 蚂蚁等等 哈维尔称 自己还会继续更新视频 和大家分享他的神奇经历 在哈维尔更新的视频中 最常见的就是街景 一般情况下 这种地方的人会特别多 环境也会非常的嘈杂 但是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西班牙全国进入过紧急状态 当时很多人都困在家里 不能出门 街景上无人 或者只有少量人的情况是存在的 想要制作这样一个视频 是很简单的 街道上无人 这样的视频最好处理 只要把原来的视频背景音去掉 替换上诡异的就可以了 难一点的是 如果街道上有人 那就需要通过软件的方式来操作 PR和AE等视频软件可以做到 但要费一点时间 这里有一个更加简单的方法 一款国外的AI软件可以做到 用这个软件 你可以轻松去掉视频中的人 甚至还可以去掉一只大犀牛 哈维尔还去过商店 教堂 机场 地铁站 这样的地方 这里可以用特殊时间拍摄的方式 瓦罗西亚 虽然说是西班牙第三大城市 但是常住人口 其实只有80万 平时无人出没的场景就经常出现 更不要说疫情期间 无人商店 无人教堂的场景拍摄 可以说毫无难度 至于机场 地铁站这类地方 在国内其实也可以做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 在深夜前往这些地方 拍摄一个十几秒的无人场景 很容易 如果再加上软件的剪辑 可以说毫无问题 在哈维尔最初的视频中 他身在医院 这是一个现实中 很难拍摄无人场景的地方 因为在咱们国家 医院不管到什么时候 都会有人 不可能出现空着诊室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身在欧洲 拍摄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那里的居民会有固定的家庭医生 去医院的很少 最关键的是 西班牙的医院还是预约制的 平时医院就会出现无人的场景 最难拍摄的 是市政厅 消防局 警察局 这类政府机构 在大家的印象中 这种地方是不可以随意出入的 更不要说拍摄了 但瓦伦西亚的市政厅与国内不同 普通人可以随意进入 在午休的时候 里面几乎空无一人 这一点已经被身在西班牙的up主 实地验证过 至于消防局 警察局 其实也可以做到 在国外的影视剧中 剧组可以通过特殊申请的方式 取得这些地方的拍摄权 让警局 消防局部分时间清长 甚至开走警车也是可以做到的 不过 这里需要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人脉 上面的这些场景 可以说已经把哈维尔的视频 类型概括了 如果你想复刻一系列 穿越到无人未来的视频 提前写好剧本 组建一个拥有人脉的拍摄团队 前往瓦伦西亚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来自2027年的男人哈维尔 在全世界收割了数亿的流量 有人估算他的TikTok账号 可能已经价值数百万欧元 个人觉得 哈维尔穿越世界 极有可能是一个团队 想要收割流量 或者他们与当地政府达成了合作 想要宣传一下 瓦伦西亚这个旅游小城市 现在哈维尔的更新还没有停止 其实网友们说了这么多 揭穿他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露脸开一次直播 感谢收看X情报社 关注我 看更多新奇知识 感谢观看